请以经义证十二周明分界 以印证 是 奏可 又增法五十条 犯者喜之西海 喜者以千万数 PG 一千三百六十九 名史愿意 全灵侯刘庆尚书言 周成王右少称儒子周公居社 经地赴于春秋 以令安瀚功行天子事如周公 郡臣皆约 一如庆言 宗 迎获入月中 平地集 莽作册 请命于太制 代帝禀归 愿以身带 藏 客经藤 置于前殿 赤诸公勿敢言 十二月 平地崩 大赦天 下 莽征明理者 宗伯凤等语定天下历六百十以上 皆扶桑三年 奏尊孝成庙于统宗 孝平庙于元宗 十元帝是绝而宣帝曾孙 有剑王五人 猎侯广七侯贤等四十八人 莽厄其长大 约 兄弟不得相畏后 白雪 玄孙中最右广七侯子英 年二岁托 以为补香最急 是月前辉光线 销奏武功长梦通俊锦的白石 上元下方 有丹书这十 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扶命之起 自此 十亿 莽命群公已摆太后 太后曰此物往天下不可施行 太宝顺为太后 是以如此 无可奈何 举之力不能止 肉莽 非敢有他 但欲称赦以重其权 填伏天下耳 太后听许 顺等即供令太后下诏曰 盖文天生众名 不能相至 未知力 君仪同理之 君年幼至 必有寄托而居赦焉 然后能奉天侍耳 成帝化 群生冒欲 书顾云呼 天公 仁其代之 圣 以俏平皇帝幼年 且统国政 己家元福 伪政而属之 经短命 而公 公户哀哉 以时有司征孝宣皇帝 玄孙二十三人 插杜仪 这 以四孝平皇帝之后 玄孙年再强保 护得志的君子 孰能 而知 安汉公王府政三世 必遭忌讳 安光汉世 遂同书封 至于这座 与周公义世同福 金钱会挥消 武功常通上 严丹时 知福 朕深思决意 云为皇帝者 乃设行皇帝之事也 福 有法诚意 非圣人者王法 其令安汉公居设建座 如周公故事 PG 1370 以武功献为安汉公彩地 名曰汉光义 有事 根本是 炙灘 畅 特例 若